花蓮縣光復向尾接著彩券行的老闆 日前到隔壁的店家買早餐 但整料一名竊賊趁虛而入 偷走著200塊錢的呱呱樂彩券 共159張 警方後報之後立刻巡線追查 但在兩個小時之內 鎖定了嫌犯 隨即將他逮捕 移送法辦 頭戴安全帽 穿著一身黑襯的老闆 到隔壁店家去買早餐 男子溜進彩券行 偷偷摸走整本呱呱樂 隨即騎著機車揚長而去 花蓮縣光復向的一間彩券行 19號上午被竊賊趁虛而入 一口氣偷走159張 200元的呱呱樂彩券 本分局立即啟動鷹眼小組 调月監視器後 發現竊賢趁無人看管之際 入店行竊 之後騎乘機車逃離現場 本所迅速鎖定竊賢 於兩小時內查獲到案 彩券行老闆買完早餐後 發現店內被不明男子入侵 清理後確定 少了一整本的呱呱樂 隨即向警方報案 原警掉月接電器後 鎖定犯嫌 立刻通報警網追查 兩小時內就逮捕彭信竊賢 被偷的呱呱樂彩券 一張都沒少 全數歸還彩券行 警方追據後 依竊到罪嫌 移送地檢署爭敗 記者綜合報導